山羽欲来丰满楼 一位几乎无人不识的老戏骨 人称家书的关海山 号称娱乐圈赌王 关海山的四位太太给她生了七个子女 她辞世后 子女上演家产大战的戏码 混成了最惨的老戏骨 在香港乐剧界 九富盛名 相信喜欢老港片的网友们 对她都不会陌生 她是多部金庸武侠的黄金配角 在八二版天龙八部里 饰演慕容傅 在八三版《射雕英雄传》里 饰演陆成峰 在八四版《笑傲江湖》里 饰演林震南 各个角色演得入目三分 今天我们要讲讲 虾书关海山的传奇故事 爱看港剧的朋友 对于虾书这个名字 一定记忆犹新 刘德华曾说 虾书是前辈 教会我很多 作戏先作人 秦力赢三分 我至今不敢忘 从一六十余载 出演影视作品超过三百部 种种角色 都被他诠释的有血有肉 二十五岁出道 霸平五十余载 见证了香港影视的浮浮沉沉 甚至说 虾书就是香港娱乐圈发展史的活化石 自立之老 大约向华强等人也要净赏三分 绰号虾书的关海山 原名 关明爵 关宁 1925年出生于广州 父亲是著名的乐剧演员 关耀辉 受父亲的影响 关海山很小的时候 便开始学习乐剧 十一岁便正式入行 登台演出 是文武双全的乐剧小生 由于长相儒雅 关海山最擅长的 就是扮演英俊小生 和达官贵人 还曾加入过乐剧名领 人创辉 白雪仙 单纲的新生剧演出 前途一片大好 奈何生逢乱世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 关海山一家不得不逃到香港避难 到了香港之后 山海关在获得安生的同时 也因为香港社会的萧条 不得已将戏剧表演搁置 这样浑浑噩噩的日子 山海关整整度过了13年 后来迫于生计 又刚巧赶上香港电影界萌芽 本来就有演戏底子的关海山 看到了希望 抓住机遇 转型成一名演员 就这样 1950年 关海山正式进入剧组 开始了自己的跑龙套生涯 成为最早一批香港艺人 十余年载浮浮沉沉 早早入行累积的乐剧表演基础 和远超同龄人的成熟稳重 关海山在1960年 便成为乐剧电影的 炙手可热的首席小生 经典作品有 不斩楼兰 势不还 风火连恩16年等等 可幸福的生活还没咋庆祝和享受 乐剧电影就因为题材偏冷 受众群提小 传播速度慢 而走下坡路 山为了锻炼自己的演技 只要有人找他演出 他便觉得 虾米也是肉 卖力演出 龙套虽然难听 但是关海山的敬意 却最终得到回报 他精湛的演技 成功吸引了TVB的注意 1976年 关海山正式加入香港无线电视TVB 成为一名签约艺人 这一年 他51岁 是金子早晚都会发光 51岁的关海山 在进入TVB之后 受到重视的他 开始出演较为重要的角色 凭借精湛演技 1979年 关海山和郑玉玲 一起合作拍摄了电视剧《天红》 让他在电视剧领域站稳了脚跟 次年 名气渐起的关海山 开始搭档成龙 一起演出电影《A计划》 这部作品对于关海山来说 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当时香港的影视圈 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规矩 在剧组时 对主角的称呼是某哥 而对于配角则称呼为某叔 当时的成龙一直喊他瞎叔 可能大家觉得有趣 这个绰号便伴随了他的一生 瞎叔是标准的大器晚成 在进入香港TVB时 已经年过半百 但是刚巧赶上了香港电视如日中天 自己演技精湛 获得业内认可 所以他在进入TVB后 拍摄了超过百部影视作品 尤其是拍完A计划后 冠海山又先后拍摄 《加油喜事》 《天龙八部》 《鹿顶记》 《倚天屠龙记》 盖世豪侠等 数十部热播影视作品 虽说都是配角 但都令人印象深刻 而瞎叔也开始成为 圈里论资排辈的老前辈了 老自立的关海山终于熬出头 但是数十年沉浮 也让老人更加多了爱幼之心 对于娱乐圈的后生晚辈 都非常提携 刘德华 万新良 吴梦达等 众多当年或是今天 都是大明星的人 都在微末之时 曾受到过虾叔的指点和提携 关于《山海经》 刘德华一直视他为恩师 作戏先作人 秦力秦三分这句话 至今被他视为人生格言 在达叔年少轻狂 欠下三十多万巨额赌债的时候 所有人都躲着他走 只有虾叔 对困境中的吴梦达加以提点 作为鼓励 还将一本《演技六奖》赠予给他 可以说 无论是戏内还是戏外 对于虾叔 圈内人的评价都很高 随着时间过去 《山海关》的人缘越来越好 戏路也越来越宽 本身实力过硬 要么是江湖大哥 要么是超级富豪 要么是大家族的组长 总之 每一个角色在《山海关》的演绎之下 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终于 1991年 关海山参与了电影 《武艺探长雷洛传》 在这部作品中 他饰演的陈统探长 已经有和主角一争风采的戏份和亮点 最终 关海山凭借这个角色 一举拿下金马奖 以及金像奖的最佳男配奖 在自己66岁的年纪时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双料影帝 虽说此时的关海山已经年过花甲 但依旧不服老 对于演戏 他有一份特殊的执着 《装料影帝》这个称号 对于关海山来说 除了是一份荣耀 更是对他演技的认可 在这之后 关海山依旧没有放低自己对艺术的追求 接连拍摄了《加油喜事》 《狂野生死恋》 《天地男儿》等多部高质量的影视作品 对他的演艺生涯 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直到2001年 76岁的关海山终于拍不动了 在拍完《公司恋事多》之后 便不幸中风 一度危及生命 好在这场和死神的赛跑中 关海山赢了 但却也导致了瘫痪 从此告别了自己热爱的表演 同年 TVB为他颁发《天万光辉》演艺大奖 虽说关海山是坐着轮椅领奖 但依旧辉煌 这个奖项 对于一个终身饰演配角的演员来说 已经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对于演戏 关海山无疑是101分的打卷 对于做人 业内一致的好评 和备受人们尊重这一点来看 无疑也是成功的 但说起关海山的感情生活 似乎就有些难堪了 甚至可以说 最终在他身亡后 四妻子闹灵堂 也多少有点自作自受 关海山的一生一共经历过四段婚姻 其中前三任妻子都没有正式登记的 只有第四任妻子 曾蒂荣 才是他法律意义的妻子 同时也是陪伴他走过人生最后阶段的人 关海山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相识于广州 但因为性格不同而分道扬镳 两人并没有过多牵扯 在结束了第一段感情之后 关海山邂逅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 黄丽 起初两人感情十分甜蜜 黄丽还为他生下了三个孩子 关楚红 关婉清 以及关聪 但这段感情也没有维持太久 便走向了尽头 离婚后 孩子跟随黄丽一起生活 关海山和第三任妻子 叶瑞娥在马来西亚相识 后来陷入爱河 叶瑞娥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 关志盈 第四任妻子 曾蒂荣是陪伴关海山 时间最久的一位妻子 两人一起携手走过三十多个年头 还育有一个儿子 关可谓 妻儿多了 自然后院不会安宁 去年去世的赌王和红参 己房妻妾可谓一通好戏 关海山的后院可想而知 也不会过得太平 关海山还活着的时候 尚且还可以调节 但2001年 在关海山因中风吸引后 五年间 他的病情反反复复 在被病痛折磨了五年之久 不管是为几任妻子 孩子提供财物 还是调节 他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 最终2006年9月 关海山在家中被妻子发现时 已经全身僵硬 经过送医抢救无效后 在香港九龙华医院去世 妻院已久的几任妻子 终于撕到明面上 在关海山去世后 他的前几任妻子和孩子 对于现任曾蒂荣表示了不满 甚至指责关海山去世时 曾蒂荣没有在一旁照料 以至于离世的时候 身边空无一人 其次 关海山的身后事 曾蒂荣也丝毫不让几位前妻 及子女插手 这直接导致 在关海山去世三天后 送往殡仪馆的途中 被关楚红 关志盈来了个半路拦截 在灵车行驶至殡仪馆门口的时候 突然跪倒在灵车前拜别父亲 但却遭到了曾蒂荣的破口大骂 后来 在关海山的葬礼上 很多影视界的大佬 都到场为瞎书扶灵 原本应该是悲痛严肃的场合 却再次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因为曾蒂荣禁止几位前任 以及他的子女们参加葬礼 双方产生了争执 不料 争执愈演愈烈 最后演变成了肢体冲突 甚至不顾一切的在葬礼上大打出手 作为妻子和儿女 在关海山活着的时候 没有在他病床前侍奉尽孝 在关海山去世后 却一股脑的悲痛了起来 而这种悲痛的背后 实则为了争夺家产 虽说葬礼上的闹剧 因其他旧友的劝解暂时平息 但这几位前任及子女的心中 依旧是暗潮涌动 各自心里都有一把如意算盘 葬礼过后 几番争执后 财产的归属仍然没有达到各方满意 于是几位太太 还是为此闹上了法庭 真正诠释了那句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本是资深老前辈 爱惜羽毛 备受尊重 此后最后一笔 却是四妻妻子 撕扯灵堂 对簿法庭 不知道关老先生 是否会后悔此生风流寨难长呢 或者几人妻子 也是心里委屈和怨恨 情之一事扯上巨额财产 总归一滩丑剧 如今关海山老先生 已经去世整整15年 他为香港影视圈 做出的贡献是不可衡量的 也给后人留下太多 值得学习的东西 故人已逝 即使留下再多非议 也不能掩盖 他曾经有过的功绩 后人应该将其发扬光大 这才是对老先生最好的报答 但是 未经许是在关系了